我是无恶不做的恶女 我穿到了一个刚死去的女学生身上 这个女生死的时候浑身是伤 死不瞑目 她的肚子上全是瘀青的脚印 看来被大力踩过 也许是怨气太重 所以我成了她 我要为她复仇 你 我穿着褶皱不堪的衣服踏进教室 教室里立马出现一片惊呼声 有人惊恐 有人心虚 有人厌恶 也有人疑惑 大家安静点 任燕熙同学出了点意外 现在暂时失忆 大家以后多帮助她 班主任说完 就指了只靠墙的两个空位 任燕熙同学 最靠墙的是你的位置 你和班长同坐 他有点事待会就回来 我点点头 刚坐下 前面的人立马转身好奇地问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笑道 真的 此话一出 我能感觉到班里很多人都松了一大口气 我漫不经心地转着笔 视线看向守心处的六条黑线 记不起来不代表不能报仇 这六条黑线 一条黑线代表着一个复仇对象 而每隔一个星期 这些黑线能指认一个复仇对象 只有当六个人都报复完 我才能从这句身躯里解脱 二 一节课 前面的一堆女生至少通秒我十几次 那兴奋中带着恶意的笑容 就好像被捉弄死的猎物又重新活过来一样 快下课时 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 几个女生成群结队地走出去 剩下的两个女生则是走到我面前 一个脸上满是雀斑的女生 气热地叫我 颜希 你好几天没来上课 我们担心死了 另一个窝瓜脸的女生也附和 对 以前我们玩得最好 我洋装歉意地看着他们 不好意思 我想不起来了 两个女生连忙摇头 没事 那我们一起去上厕所吧 我给你讲讲我们以前好玩的事 我假装惊喜地点头 几个女生便有些粗暴地拽起我 拖着我往厕所的方向去 班里有人露出同情的目光 然后有些不忍心地转头 三 越是临近厕所 窝瓜脸拽着我的手就越用力 疼我皱眉叫了一声 窝瓜脸露出阴毒的笑 待会还有更疼的 终于到了厕所门口 有两个女生守在门口 喊道 准备好了 把她推进去 窝瓜脸满脸横肉的要推我进去 但任凭她怎么咬牙 也推不动我 有两个女生失去耐心 骂骂咧咧地上前帮忙 在他们使出最大劲的时候 我却忽然转身 一到了他们后面 然后猛地一推 三个人猝不及防地被推进厕所 然后被厕所门口的绳子重重半倒在地 还没反应过来 带着腥骚气味的金黄色液体 从门框上倒下来 连了三人一身 在场的人都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切 我踩着三人身上干净的地方 走进厕所 果不其然 还有东西等着我 一大搂带血的姨妈筋 刚刚脱完地的托把 这些东西都脱离原本的位置 看着面色惊慌的几个女生 很显然 他们想把这些东西用在我身上 一个身体强壮的女生 大着胆子 走到我面前要扇我 我一把拉住她的手 将她扔进了厕所隔间里 这举动彻底下住了其他女生 他们看着我的眼神仿佛看怪物 一步步地害怕后退 我走到中间那个女生面前 轻轻地掏出她兜里的手机 刚刚我就注意到了 这些女生一节课都在打字聊天 聊了这么多 不知道会不会有我仇人的一些信息 四 我将手机举到女生眼前 解锁 不然我戳瞎你的眼睛 女生连忙伸出手指解锁 浑身上下都在发抖 我点拍群聊 满屏都是辱骂我的词汇 不是说她被那几个人打了之后 喝药死了吗 居然没事 真晦气 这种怪胎 不仅晓居然还会看上她 真不公平 反正她也不记得了 咱们从头到尾再搞她一顿 保证让她没心思勾引男人 翻完了全部对话 也没有能找到什么线索 我将手机扔进纸楼里 问 你们知道是谁打我的吗 那几个女生都摇了摇头 抖着声音说 不知道 我们也是听人说的 到处都在传 我手心的黑线一根都没有亮 说明这群女生 并不在人烟稀报复范围之内 对付她们没有意义 这次就放过你们 下次再要害我 我就把你们的眼珠子挖出来 让你们吃下去 听见没 在场的人脸都白了 然后立马筛康似的点头 五 我回到教室 翻开任燕熙的日记本 一页页的翻完 我才对任燕熙的凄惨生活 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任燕熙是个孤儿 爸妈都因公殉职 所以被救父救妈收养 救父救妈得到了一大笔抚恤金 却成天虐待任燕熙 救父救妈只有一个女儿 所以对女儿异常骄纵 还让同龄的任燕熙伺候她 随着年龄的增大 任燕熙成了一家三口的奴隶 在家时要伺候救父救妈 在学校时还要被表妹欺负打骂 日记前面的基调十分压抑 但是最后几页却截然不同 任燕熙的描述变得欢快起来 杜锦霄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 她真耀眼 像一颗太阳照亮我的生活 她又帮了我 她还说相信我不是那种女孩 她每天都给我打招呼 我好像喜欢上她了 最后几页都被撕掉 我关上日记本 可以确定六个复仇对象里面 一定有救父救妈和表妹 那还有三个 究竟是谁 六 正当我思考时 一个女生嚣张地走进教室 站立在我面前 与此同时 我手心的第一根黑线 变成了血红色 灼烫不已 女生上上下下看了我一眼 满眼厌恶 她将一打作业本丢在我桌上 姿态高高在上 居然没死成 算你运气好 今天之内 把这些作业做完 然后交给我 听懂了吗 我抬头细细地打量她 如果没猜错 这就是任燕熙的表妹吴茜宇 吴茜宇又从鼻孔里哼出一声 对哦 听说你失忆了 别以为失忆了 就可以混过去 我告诉你 你只要活一天 就永远是我家的奴隶 能给我写作业是你的荣幸 还有 再过两天就是月考 既然没死 就赶紧给我看书 要是到时候我抄不好 看我不叫爸妈打死你 说完 看我像是看什么脏东西 闲雾地转身离去 掌心的温度依旧惊人的烫 仿佛是任燕熙 在诉说着极度的恨意 我手指轻柔地扶过手心 像是安慰一般 别急 他会得到报应的 气 燕熙 你没事吧 吴茜宇前脚刚走 一个中等身材的男生 猛地冲进教室 满脸担忧 我冷漠地瞥了他一眼 男生依旧很着急 我听人说 琳娜他们把你带到厕所去了 你失忆了 你可千万别信他们 他们以前经常欺负你 你是谁 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我不想搭理 所有和复仇无关的人 我是你同桌 也是班长 我叫陈木白 我们关系还可以 眼前的男生说完 一张俊秀的脸 居然慢慢红了 他看到我桌上厚厚的一把本子 脸上露出愤怒又心疼的神色 你表妹也太没良心了 居然又要让你给他做作业 说完他一把 将作业揽过去 拍了拍胸脯 你身体不好 这些就交给我 我来写 我的本意是将这些作业本 直接扔进垃圾桶 但是转念一想 这并不利于我计划的实施 于是默认了陈木白的行为 反正我是不可能写的 谢谢 我对陈木白说 陈木白挠了挠头 声音有些结巴 没 没关系 我 我是班长吗 我看向他 他急忙将视线一开 这个人喜欢任燕熙 我想 爸 因为月考 我准备做几套试卷练练手 但是一翻开试卷 意外的发现自己每一个题都懂 我没有动用能力 只能说明 这是任燕熙原本就懂的 但是翻开他的试卷 却发现成绩只是比极个好点 看来他在隐藏实力想逃离 只可惜 他等不来逃离的那天了 吴倩宇连这种成绩都抄 说明本身的成绩极差 月考 我咀嚼着这两个字 脑海里慢慢酝酿出一个计划 就 月考 吴倩宇耍手段做到了我身后 在背后使劲地戳我 我写完所有答案 将小超扔给了他 听见他急速腾超的声音 我忍不住露出一个微笑 既然这么喜欢超 那就超成最好的吧 月考两天 表妹超了所有的科目 考完试 他拦住我 瞪着眼睛 你失忆应该没有伤到脑子吧 要是我考出来成绩不好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低垂下眉眼 装出一副唯唯诺诺的模样 我有认真复习 表妹翻了个白眼 又使劲推了我一把 嘴里骂倒 整天一副柔柔弱弱的样子 还不是故意做给男生看 真是个贱货 说到信头上 他的手已经高高扬起 看起来要给我一巴掌 这时 一个生气的声音传过来 吴倩宇 你给我助手 十 吴倩宇的手 活生生顿在半空 然后兴兴地放下来 死贱人 真不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能把杜锦霄迷成这样 说完 他不甘心地瞪我一眼 这才快不离去 杜锦霄气喘吁吁地走到我面前 恼怒地敲了一下的脑袋 你怎么这么傻 他欺负你 你就欺负回去啊 我给你撑腰你怕什么 原来这个人 就是任颜希 心心念念的杜锦霄 男生没有穿校服 而是穿着一件卫衣 和运动长裤 他长得人高马大 头发不服输地立着 看着就是一副不好惹的模样 因为是任颜希的心上人 我只好应声 下次不会了 杜锦霄显然不信 张嘴道 每次都这么说 每次都被欺负 你就是太温柔了 没事我先走了 我并不想和他待在一起 杜锦霄立马拉住我的手 说 你不是生病失忆了吗 这周末我带你去散散心 也认识一下以前的朋友好不好 他有些小心地打量着我 我睁开他的手 冷淡地说 不想去 杜锦霄立马露出一副失望的神色 最后 见实在劝不动我只好罢休 这次就算了 下次一定要去 他们都很想你 杜锦霄叮嘱我 十一 周一初月考成绩 最令人意外的 莫过于吴茜宇 他竟然考了年纪第二 除了周四月 没有人比他分高 我站在阴影处 很满意表妹脸上 惊恶又慌惯的神色 众人都在恭喜他 表妹尴尬的笑容 逐渐转变为得意的笑 吴茜宇这种人 最容易迷失在虚荣的道路上 只要体验过一次 成为所有人忠心的感觉 他就永远忘不了那种感觉 年级第一周四月 也朝着妹妹走过去 真诚地夸奖 吴茜宇同学 你的进步很快 吴茜宇的脸上 立马献出极抹红韵 羞涩道 谢谢周四月的同学的夸奖 你也很棒 任言锡的日记本中提到过 吴茜宇喜欢周四月 之所以不考第一 也是为了让周四月 注意到吴茜宇 一个随时都有可能 和自己抢第一的人 谁会不关注呢 而这会让吴茜宇更加喜悦 但是 我看着高高瘦瘦的周四月 脸上却露出了笑容 因为 我在他身上 嗅到了同类的气息 一股翻涌不息的复仇之恨 而对象 正是吴茜宇 十二 人群一散开 吴茜宇就偷偷摸摸地来找我 任言锡 你为什么给我抄那么高的分 他用力拧了我一把 咬牙切齿地说 我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你说 要不是考不好就要打我 所以我复习得很认真 那你为什么还是原来的分数 吴茜宇又狐疑地问 我担心分数太高 引入注意 知道我们两个人作弊 我不能作弊 作弊要被开除的 我害怕得快要哭了 吴茜宇眼珠子转了几圈 忽然亲切地拉住我 你不用害怕 只要我们分数差很多 就不会有人怀疑的 说完他又紧张地盯着我 你以后还能考出这么高的分吗 我点了点头 他脸上立马露出惊喜的表情 像是命令一般 你记住 以后都要考这么好 然后把答案传给我 还有 你必须考的比我差一百分 要是考高 我就告你作弊 大不了一块被开除 我惊恐地抬头看他 连忙道 可是我有好多作业要写 担心没有时间复习 吴茜宇摆了白手 你放心 我以后不会把作业给你了 你给我好好学 要是下次我的排名退步 我就打死你 我这才点点头 小心翼翼地说 我会努力的 吴茜宇高兴地扬长而去 我转过头想回寝室 却看到不远处的杜锦霄 13 杜锦霄走上前 将一瓶饮料塞进我手里 他表情有点不高兴 就知道他是抄你的 当他还不如帮我 至少我喜欢你 我惊恶地看向他 他用力将我抱进怀里 语气有点温柔 任言息 我喜欢你 你失忆了 可能不知道 我早就向你表过白 你已经答应和我在一起了 我定定地看着他不说话 他捧住我的脸 真诚地说 晚上和我去玩好不好 我好久没有和你单独待过了 我好想你 我露出一个笑容 说 好 杜锦霄有点惊喜 杜锦霄的笑容渐渐消失 我摊开手 手心的第二根黑线成为血红色 由于温度太高 甚至让我感受到了疼痛 任言息对这个人的恨意 比对吴倩语的恨意还要大 我拿起那瓶饮料 发现瓶口有被拧开的痕迹 瓶底还有一些白色粉末的沉淀物 是极其令人恶心的药 手段很不入流 想起他刚刚仿佛多么爱我的表现 我差点要吐了 既然这么会演 那我们就比比谁 才是最后的赢家吧 14 晚自习一下 杜锦霄就已经在门口等待 他牵着我走到校门口 示意要我翻出去 我们去哪里呀 我有些惊慌的问 杜锦霄哄又道 去外面 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好多人在等你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吗 杜锦霄脸上露出一个极其恶劣的笑容 对 都是很亲密的朋友 杜锦霄领着我进门 我抬眼一看 居然全是男生 他们每个人的视线都不怀好意的 在我身上巡视 猥琐至极 我缩了缩身体 拉住杜锦霄窃声道 我害怕 有人递过来一杯果汁 笑说 喝杯果汁压压惊 我接过果汁 毫无意外地看到 里面有着和饮料一样的白色沉淀物 见我喝下 众人都心照不宣地露出邪恶的笑容 我闭上眼 杨庄倒下 杜锦霄像是早有预感一样 接住我 然后将我放到床上 15 杜锦霄 你行啊 又把这小美女骗来了 那是 你不看杜锦霄是谁 情场高手 他们学校哪个女生 没被杜锦霄迷的神魂颠倒 哈哈小意思 先说好 我要第一个 当然你先 不过这妞性子裂得很 前几天还戳伤了阿毛的眼睛 都怪阿毛下手太狠 听说打的这小美女 差点没活过来 立马有一个人大呼冤枉 我真没下狠手 我也怕出人命 咱们走的时候 这小美女真的只是晕过去 我哪知道 为什么后面就忽然说没命了 那这次小心点 上次你把她打成那样 兄弟们都没了兴致 得亏这小美女不记得咱了 这次让锦霄收拾烂摊子 可千万不要让她又哭又闹 耳边又传来几声拍胸脯的声音 是杜锦霄 没问题 女人吗 轰轰就好了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杜锦霄 这回搞个孩子出来 女人一有孩子 干啥都得乖乖听话 行 这回直接逼她退学 回家给我当小老婆 杜锦霄一说完 所有人都笑了 我躺在床上 能感觉到汗湿的手摸上我的脚 然后逐步向上 我嘴角轻笑 扑通扑通 是众无落地的声音 我坐起身 满意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几个男生 我亲自调配的迷香起作用了 十六 第二天凌晨 所有人都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离开了 唯独留下被我深度催眠的杜锦霄 杜锦霄 醒来我轻声呼唤 杜锦霄立刻睁眼 我洋装惊恐的后退 杜锦霄已经被我植入了虚假的记忆 在她的记忆里 昨晚她已经跟她的兄弟们把我给伴了 于是杜锦霄一脸歉疚地说 任颜希 我太喜欢你了 昨晚真的是情不自禁 你放心 我以后会对你好的 我歪头问 那要是怀孕了呢 那就生下来杜锦霄大声说 我看向她的肚子露出一抹笑 你不会打掉她吧 杜锦霄连忙摇头 神色严肃地发誓 我发誓 要是打掉她 我就不得好死 我伸手摸向她的肚子 笑意越来越浓 这可是你说的 杜锦霄疑惑地拉过我的手 你摸我的肚子干什么 她又不在我这里面 我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她在里面 十七 我被杜锦霄送到学校 刚一入校 就有一个女生跑过来 担忧地问我 嘻嘻 你怎么了 她叫赵良君 是任颜希在学校里难得的好朋友 和任颜希一样 是个孤儿 寄人篱下 比任颜希更惨的是 赵良君家里之前不让她上学 她在社会上打了两年工 赚够了自己的学费 才回来上学 所以她现在比同届同学 要大个两岁 因为处境相同 所以两人成了好姐妹 任颜希把赵良君当好姐姐 给她补习功课 赵良君也一直护着任颜希 不好意思 我带任颜希出去玩 吃得太辣她受不住 杜锦霄干大的解释 赵良君不客气地瞪了杜锦霄一眼 然后一把推开她 自己扶住我 她不满的嘟囔 一点都不会照顾人 细细这么柔弱 一看就不能吃辣 她才病好 这下又遭罪了 杜锦霄脸色不好 但还是只能道歉 行了你赶紧走 我照顾人颜希就好 让别人看见你扶着她 指不定又要说她的闲话 赵良君开始驱赶杜锦霄 杜锦霄只好离开 赵良君一边扶着我往教室走 一边低头严肃道 嘻嘻 你老实说 你昨晚是不是和杜锦霄在一起 我点点头 赵良君的声音低了一些 杜锦霄不是个好人 他很乱的 你怎么知道 赵良君的神色僵了僵 然后咬牙说 他在追你的同时也勾搭过我 你不要被他骗了 我配合的装出一副震惊 且愤怒的模样 送我回教室的一路上 赵良君都在和我讲 杜锦霄的恶劣 唯恐我被骗 到了教室门口 赵良君看了一下我的位置 眼睛不由的柔和几分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发现他在看成木白 好一会儿他才告别离去 而一进教室 我就发现教室的氛围很奇怪 所有人都在有意无意的盯着我 18 我回座位坐下 成木白难得阴沉了一张脸 有人看向我指指点点 眼中全是讥讽 成木白一把站起来 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都安静点 不许讨论 说完低头看我 很勉强地笑了下 妍希 你不用管他们 我承诺了会 然后将目光头像之前 被我摔进厕所隔间的强壮女生 你说 发生了什么事 那女生已经被我吓怕了 门言当即战战兢兢地走到我面前 将手机放在我面前 上面是一个大群聊 里面正聊的火热 几张任妍希和几个男生 抱在一起的高清大徒 一直不停循环 一副享受自己的模样 明明屁图的痕迹那么重 但群里大部分人 都在骂人言希不知羞涩 活该 罪该万死 我慢慢捏紧了掌心 指尖泛白 谁传出来的 女生恐惧地摇头 我抬手让女生回去 成木白握住我的手 表情满是痛惜 言希 你是不是被他们欺负了 我们去报警好不好 抓住那些干坏事的人 我睁开他的手 报警太慢了 任言希既然让我附身 当然要由我来送他们入地狱 19 学校两周一次月考 这次月考之际 周思月和我们一个考场 给吴倩宇递答案时 我特意让他看到我的动作 周思月果然猝起了眉头 考完全部科目就放假 任言希同学 回家的路上 他叫住了我 我停住脚步 偏头看他 我看到你作弊了 我继续不说话 他的表情冷了几分 用肯定的语气说 你要害吴倩宇 我笑了 然而眼里没有一点笑意 你是舍不得他 还是舍不得把害他的机会让给我 周思月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不明白 我为什么会说出他的真实想法 我慢慢走过去 点起脚尖 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耳机 周思月 我们是同一种人 我们都是罪恶之话 生长在荆棘丛里 需要仇恨来滋养 我了解你 二十 我的声音近乎蛊惑 很久 周思月慢慢开口 他害死了我妹妹 我妹妹和之前的你一样 很乖很听话 每次打视频都笑得很高兴 可是后来他的笑容越来越少 后来有一天 他自杀了 后来我才知道 他被校园霸凌了 霸凌他的就是吴倩宇 他们用很残忍的方法对付他 那些方法听完连我都觉得发指 埋葬完我妹妹后 我转到这里 又自降一级和吴倩宇同级 我不想轻易地杀死他 死太便宜了 我要亲手毁掉他的人生 所以 任燕熙 你不要和我抢 他的表情变得越来越森冷 我看着周思月朝他伸出手 我想我们可以合作 我毁掉他的家庭庇佑 你毁掉他的未来人生 周思月疑惑地看着我 你已经让他喜欢上你 但这不够 你要让他爱你 爱到无法自拔 我会让他的成绩越来越好 我们要合力将他捧上巅峰 然后再顶峰 将他摔下来 周思月微微睁大眼睛 眼中现出些光芒 但是他又皱起眉 问 你为什么要把机会让给我 你不是也非常恨他吗 我理了理凌乱地病角 你可以认为 我被你的故事打动了 想帮你一把 周思月沉默许久 最后他身处握住我的手 成交 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想必看到 群里流传的我的艳照了吧 周思月的脸上现出些不自然 查出他的来源 我相信你能办到 他想了半天 说出这个词 周思月是个很聪明的人 他已经猜出 我不是任燕熙本人 我只肩抵上他的嘴巴 压低声音 因为我要将所有的力量 都拿去做一件大事 关注杜景霄吧 你会看到我的杰作的 21 告别周思月 我回到了这个任燕熙 一直想方设法逃离的家 舅妈见到我张嘴骂道 贱皮子 这么晚才回来 家里的饭都没人煮 你要饿死我们吗 我默不作声地洗碗做饭 喝得醉醺醺的舅父 从后面靠上来 今晚吃什么呀 说话间 手趁势要搂我 我回过头 舅父立马吸了一口 沉醉道 言习好香啊 我将一个碗扔到地上 响亮的动静 瞬间将舅父吓一跳 舅妈妈妈咧咧地走进来 看见舅父的动作 眼里的怒火快要喷出来 他拿起鸡毛胆子 狠狠做事要抽舅父 你个老不正经的 给我规矩点 舅父脸上不愤 但惧怕舅妈 还是不情不愿地走出了门 他一出门 舅妈的鸡毛胆子 就狠狠抽在了我身上 他的眼神凶恶 嘴里不甘不敬地骂 等你一毕业 我就把你驾到山里去 我冷冷地看向他 他被我的视线吓了一跳 反应过来后也不打了 瞪着我 看什么看 再看我打死你 你这个赔钱货 我低下头 现在还不是闹翻的时候 夜间的时候 周四月的消息发过来 信息上是一个论坛网址 附赠一句话 这个论坛的创建者 会让你意想不到 22 我登陆论坛 发现这是一个 传播不良信息的小论坛 而最重要的 这些谣言的主人公 都是任燕熙 我点进来时 论坛里正讨论得十分激烈 大起大落 at美丽有罪 不是说任燕熙上周被睡了吗 为什么没有视频 美丽有罪 我有路 但是不知道视频一片空白 无数人冒出来 都在说美丽有罪 根本没有路 他只是在湖边乱造 上周吗 上周那个晚上 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只是杜锦霄 以及在场所有人 做的一个梦而已 任燕熙已经死了 死者最大 我虽然是恶女 却也不会让任燕熙 去经历这么恶心的事情 周四月说 论坛主的身份 会让我大吃一惊 于是我点开论坛主的 个人主页 23 看着个人主页上熟悉的照片 我的神色逐渐变得冰冷 即使早有猜测 但是等到真正证实的时候 还是觉得十分愤怒 口口声声说 是任燕熙的好姐妹 话里话外 都关心着任燕熙 背地里却散播 任燕熙的各种谣言和辟图 所以谁能知道 人这张皮囊下 藏着的到底是什么怪物呢 眼见着论坛里人的情绪 越来越激动 美丽有罪终于出来发言 美丽有罪 福利 为了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明天我决定直播一场 任燕熙和他舅父的福利视频 给大家 论坛里很激动 都在问具体做法 美丽有罪 我明天就去找他 然后迷晕他 再给他舅父下点药 他舅父早就看上任燕熙好久了 再下点药 他肯定忍不住 论坛里响起一片叫好声 我看着美丽有罪这个ID 嘴角不自觉勾起来 赵良军 既然你这么喜欢录这种视频 那就让你当一次女主角吧 24 第二天 赵良军果然来到了家里 因为没钱没事 舅妈并不待见他 眼珠子一斜 吐出瓜子壳 都懒得招呼一声 赵良军将求救的眼神 放在我身上 以前他来找任燕熙 即使任燕熙知道会挨打 也必然会照顾好他 但那是任燕熙 我直接倒没有看见他 赵良军眼中闪过一抹愤怒 但最后只能舔着脸进门 任燕熙 我来看看你 你身体还舒服吗 我冷冷地点了点头 倒是舅父将猥琐的视线 放在赵良军的身上 咧出一口大黄牙 赵良军来了呀 又长漂亮了 赵良军忍着恶心向舅父问好 赵良军盯着舅妈 眼珠子转来转去 过了会 他开口说 任燕熙 我来的时候 看见街口那家水果店老板要转店 所以所有水果搬家售卖 他这话一说 舅妈顿时站直身 收拾着腰外出 赵良军倒也聪明 知道舅妈这人最贪财 爱占小便宜 所以用这招支开他 等舅妈走后 他从书包里拿出两瓶可乐 一瓶递给我 一瓶递给舅父 舅父乐呵呵地接过 高兴得不行 我看着手中的可乐 瓶口依旧是被拧开过 甚至残留着白粉末 我忽然想起 杜景霄递给我那瓶饮料 这么相似而低劣的手法 赵良军到底和杜景霄 有着什么联系 赵良军催促着我快喝 眼神带着急切 我起身借口回房拿东西 然后拿着一根棍子 在房间里等赵良军 果然见我许久不出来 赵良军来房间找我 然后被我敲晕在地 我将他放在床上 翻开他的背包 拿出早已准备的摄像装备 最后用他手机登陆论坛 美丽有罪 直播即将开始 因为人烟心有事 所以我亲自给大家直播 论坛里都沸腾起来 做完这一切 我走出去 说赵良军身体有点不舒服 自己去买药 请求已经药效发作的舅父 去照顾赵良军 舅父眼神要冒出光来 连连点头 眼见着舅父走进房间 我打开手机进入论坛 果然直播开始了 25 这天是舅父家最混乱的一天 我站在拐角处 看见绑大妖元的舅母 走进房间 然后屋里传出男女的尖叫声 东西乱杂的乒乓声 还有舅母的怒吼声 赵良军衣衫凌乱的 被舅母撵出房间 连外衣都没有 身上只有一件内衣 她的神情那么惊恐 很像任燕熙临死前的样子 我不想再看这场闹剧 直接反身回了学校 赵良军马上就会身败名裂了 不过这个报复还不够 26 赵良军的事情 瞬间传遍了大街小巷以及学校 她本来就是寄人理下 这下直接被亲戚赶出门 因为成绩不好 学校也透露出开除她的意思 周一一大早 她就疯了似的来找我算账 任燕熙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掌心的第三根黑线 变成血红色 代表着赵良军 是人燕熙想报复的人之一 我在学校的所有谣言和视频 都是你传播的 包括杜景霄 也是你特意找来害我的吧 我只是想炸她 没想到赵良军愣住 然后疯狂地笑了 对 就是我 我知道杜景霄是个混蛋 喜欢找美女 所以就告诉你的存在 说你好骗 我直接扇了她一巴掌 为什么 我问 赵良军被扇得愣住 反应过来后不怒反笑 因为我恨你 我和你从小就玩得好 我们一样惨 可你为什么处处比我好 比我长得漂亮 比我成绩好 就连橙木白 我一直暗恋的人 也一心一意只喜欢你 原来他喜欢橙木白 难怪每次都是 趁着橙木白在的时候 来我们班 可这和人燕熙又有什么关系 赵良军说完后 满脸怨恨地盯着我 他恨不得吃掉我 我站在他面前 忽然拉住他的手 语气柔和了好几分 我给你指一条明路怎么样 27 赵良军一把甩开我的手 冷笑说 你还会帮我 我摸上他那张 勉强撑得上美丽的脸 去找我舅父 成为舅父家的女主人 赵良军猛地睁大眼睛 满眼厌恶 脱口而出 不可能 我猛地攥住他的手 盯着他的眼睛 除此之外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学校要开除你 你的未来已经没了 你亲戚把你赶出来 你没钱没地方 连三天都活不下去 赵良军满眼痛苦 他比我更清楚 他未来灰暗的人生 我放松了力气 又安慰似的拍了拍他的肩膀 可你要是成为舅父家的女主人 就不一样了 他们家其实有钱 我爸妈当年的抚恤金 近八位数 都在他们手里 你看过吴歉宇吧 全身上下都是名牌 赵良军微微睁大了眼睛 像是有点心动 我继续说 舅父家最大的阻碍 就是舅妈 可他已经老了 脾气又大又空门 而你 又年轻又貌美 只要把他赶出去 按照舅父那种懦弱性子 全家不都掌控在你手里 再说 你已经被舅父上了 你觉得 还会有别人要你吗 有种决心 我笑了笑 再出最后一击 吴歉宇也欺负过你吧 还有舅妈 他那天让你很没面子 你就不想看看 他们被扫地出门的样子 赵良军满眼都是恨意 他不自觉地说 想 我做梦都恨不得掐死那老东西 我几乎笑出声 说 那就对了 你为什么要帮我 赵良军狐疑地盯着我 我亲密地搂住他 假装伤心道 再怎么说 你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忍心看你这么惨 再说了 我也很讨厌吴歉宇和舅妈呢 赵良军终于放下了所有顾虑 当天就去办理了退学手续 然后朝着舅父家走去 告别赵良军 我朝着杜锦霄的班级走去 好久不见 他的肚子应该藏不住了吧 28 还没走到杜锦霄的班级 就听到了一声怒吼 滚 都给我滚 看什么看 老子只是吃撑了 话音落 教室里传来摔椅子的声音 一群人从教室里狼狈的出来 脸色都不好看 几个女生压低了声音讨论 我觉得就是怀孕了 她和我姐姐怀孕时的症状一模一样 我看一下 她今天早上都吐好几回了 一直捂着肚子 就是谁吃撑肚子 能像怀孕四五个月那样 不过才两个星期肚子就圆成那样 是不是中邪了 那也是她活该 天天装了一副情深的样子 去祸害女生 前几天还有一个女生跳楼了 就是因为她骗人去开房搞怀孕了 还死不认账 我慢慢地走向已经空了的教室 靠在门口看向杜景霄 二十九 大热的天气 她却穿着肥大的羽绒服 但即使是羽绒服 也遮不住她突出的圆肚子 她瘦了很多 头发搭了下来 头上还有许多油和头皮屑 看来很久没有洗了 也是 她哪里还有心思洗头发 忽然 杜景霄做出一副要吐的架势 然后急忙抱起身旁的垃圾桶 一阵会晤的恶臭传来 我走到她身后 故意夸张道 这不是杜景霄吗 你怎么了 杜景霄下意识拢住羽绒服 脸上一片惊恐 没事 吃撑了 我盯着她的肚子又说 杜景霄 我最近好像做了一个梦 也是关于怀孕的 杜景霄立马瞪圆了眼睛 尖声问 你想说什么 我笑了 但眼里没有一丝笑意 我梦到我好像怀孕了 肚子和你一样大 我哭着找你负责 你却嫌我丢人 一脚踹在了我的肚子上 还让我赶紧滚 全校的人都嫌弃我 咒骂我 你也是 杜景霄的脸立马白了 仿佛浑身的血液 都凝固住一样 说起来 和你现在的处境很像 你说 命运是不是一个轮回啊 可是我想不起 后面我怎么样了 你知道吗 我的语气一定很恶毒 因为杜景霄的脸上 充满了恐惧 浑身上下都在发抖 忽然 她像是反应过来什么 盯着我问 这是你干的 我点了点头 在那天晚上 我把一种特殊的军丝 喂进了她嘴里 那东西被吃下后 会在肚子里疯涨 最终撑爆肚皮 看起来就像怀孕了一样 杜景霄发了风 似要扑上来打我 但我的下一句话 顿时将她定在原地 三十 我可以去掉你肚子里的东西 杜景霄瞬间变换脸色 凶恶的表情变为讨好 我知道她肯定已经想过很多法子 但是都去不掉她 但有条件 我要五百万 杜景霄愣住 纷纷地说 我家没有那么多钱 但你能弄到 杜景霄这种人 违法犯罪的事情 干得多了去了 只要她很下心来 绝对能弄到五百万 杜景霄沉默了很久 最终咬咬牙答应下来 什么时候把钱打给我 什么时候我就替你去掉她 不过劝你快点 要不然她就要出来了 杜景霄顿时惊慌不已 眼含恨意地盯着我 我猜她肯定在心里想着 事情一结束就杀掉我 但没关系 她会发现这仅仅是第一关 三十一 回教室的路上 我碰到了周思月和吴茜宇 忠目睽睽之下 周思月将吴茜宇搂进怀里 肆意地亲吻着 就让吴茜宇对她爱得无法自拔 两人都看见了我 吴茜宇有些担忧地去看周思月 但是却发现周思月只是随便瞟我一眼 随后将温柔的目光都放在她身上 顿时眼中的爱意更浓 思月那个是我表姐 我想过去和她说会话 吴茜宇娇羞羞地说 周思月露出不满的神色 但还是揉了揉吴茜宇的头发 温柔地说 好 你最重要 过去吧 我去给买奶茶 吴茜宇高兴地亲了周思月一口 周思月依不舍地转身 然后掏出手机 下一秒 我收到消息 只有四个字 省赛 收网 而吴茜宇也收到了消息 看完后故意放到我眼前 炫耀一般 我看见上面的消息 怎么办 才刚转身就开始想你 发信人是周思月 我淡淡一笑 问他 找我什么事 32 吴茜宇收敛了神色 告诉我周思月因为特别爱他 不想和他分开 所以为他在省赛争取了一个名额 这个省赛为全国知名高校联合举办 含金量非常高 要是能得名次 这对吴茜宇这种一直作弊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所以现在他来找我给他作弊 周思月说 参赛名额可以买 所以我会从妈那里偷钱给你买一个名额 你最近给我好好复习 听见没有 吴茜宇的手指已经快要戳进我的眼睛里 可是 会不会被发现啊 我有些担忧地问 不会 我的名额也是周思月给我买的 他说很简单 我会让他给你买 但你记住 你的任务是给我抄 你要是敢动什么歪心思 看我怎么收拾你 吴茜宇这才放心大胆地离去 他走后 我在网上搜索私自购买参赛名额的后果 只见网页上明明白白地显示 取消此次考试 列为失信人名单 严重者追究刑事责任 购买名额简单 也只有吴茜宇这种蠢货 才会相信周思月的话 33 回到教室 程木白在座位上等我 你最近有点奇怪 程木白很认真的说 我没有看他 而是在数掌心的黑线 共有六根黑线 代表着有六个人 吴茜宇 杜景霄 赵良军 再加上救父救妈 这一共才五个人 还有最后一个人是谁 那天晚上 那个阿毛说他们走时 任颜希只是晕过去 而任颜希肚子上的脚印 明显属于男人 也就是 最终让任颜希浑身是伤 还踩他肚子 导致他死亡的另有其人 而这个人 一直潜伏在黑暗处 你怎么又不理我 程木白的表情 看起来很伤心 我忽然看向他 你害过我吗 程木白愣住了 然后脸色一沉 质问我 任颜希 你什么意思 我要你回答我 我失忆之前 你害过我吗 说实话 我并不愿意去怀疑程木白 所以我希望他能亲口告诉我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否则我的心情会很糟糕 自从杜景霄和赵良军之后 我就非常不满意那种表面好 而背地里捅刀子的人 偏偏 这种人很多 程木白猛地站起来 高声道 我当然没有 任颜希 我掏心掏肺对你这么好 你竟然这么怀疑我 我盯了他一会儿 然后歉意地笑笑 对不起 我不该怀疑你 但你最好不要骗我 程木白这才气消一点 又问我是不是想起了什么 我摇摇头 不愿意再说话 一个星期过得很快 我收拾好东西 准备回家看一场好戏 有赵良军在 家里估计已经闹翻天了 34 回家路上 吴倩宇难得和我一起 他的表情很愤怒 张嘴就骂我 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你那个好姐妹和你一样骚 我假装羞愧的低下头 确实咧开嘴笑了 连在学校的吴倩宇都正生气 可见赵良军已经将家里搅得天翻地覆 果然 还没进门 就听到舅妈的怒骂声 你个老东西 看到年轻的女人就一不开眼 你以为她对你是真心的吗 她就是来骗你钱的 这才一个星期 她都哄走你多少钱了 吴倩宇快步走到舅妈身边 一块跟着骂赵良军 我看到赵良军小鸟一人似的 依偎在舅父怀里 眼圈红肿 切声说 叔叔 我怕 舅父从来都被舅妈压制 如今大男子主义爆发 立马温声哄赵良军 宝贝别怕 有我在 谁也不能赶走你 舅妈气得胸膛上下起伏 吴倩宇不满地说 爸 你老糊涂了吧 舅父瞪了眼吴倩宇 示意他闭嘴 然后牵着赵良军说 要带他出去吃饭 吴倩宇也跟周四月约好 放下书包就溜了出去 家里只剩下我和舅妈 我提着特意买好的昂贵菜去做饭 舅妈一看这些菜 就倒吸一口凉气 你哪里来的钱 我遮遮掩掩地说 是在路上捡的 这么拙劣的借口 舅妈显然不信 她拿起鸡毛胆子打了我一下 怒声道 快说 你别给我耍心眼 我低声说 我在网上挣的 网上怎么挣钱 就直播你身边的事就能挣钱 舅妈的眼珠子 狐疑地盯着我 我继续说 我上次录了我在家洗菜的视频 有人给我打赏了一万 舅妈的眼睛立马瞪圆了 我低头一笑 我知道 鱼儿上钩了 35 果然 舅妈立马问我 怎么搞直播 我立马手把手教她 看她开账号 然后默默将她的账号记下来 一回到房间 看到账户上杜锦销打过来的500万 我立马用这钱 给舅妈的账号 买了一大批死粉 发现舅妈已经迫不及待地开直播 因为我做饭的视频火了 她便包揽了今晚的晚饭 我给她打赏了一千 立马听到厨房里 传来她兴奋的尖叫声 从这天起 舅妈就迷上直播 在学校的每时每刻 我只要打开直播 都能看到 她努力干家务活 求打赏的丑态 而我从最开始的一千开始 逐步增加数额 但是 这钱可不是白拿的 我会先提出一些小要求 比如吃馊饭 吃菜叶上的小青虫 舅妈一开始不愿意 但是一旦当我爆出要打赏的金额 她就会立马愿意 对于舅妈这种 掉进前眼里的人来说 没有什么比挣钱更加重要 等到舅妈适应了这些小把戏 我就会提高要求 比如我让舅妈录播 舅父和赵良军搞在一起的视频 又比如我会让他当众打自己耳光 而所有的这一切 随着价钱的提高 舅妈都乐意直至 为了得到打赏 她甚至会主动坦胸露乳博取眼球 而这一切完成的时间 不过才半个月而已 这天周四月发消息给我 告诉我 吴歉瑜已经从舅妈那里 托了50万给我买了一个名额 这50万 可是舅妈这半个月以来 直播挣的所有钱 明天周日 你过来 我请你看一场好戏 那边很快发了一条消息过来 好 36 这一次都没有打赏 夜间的时候 舅妈已经按捺不住 发私信问我 为什么不看她的直播了 翻来覆去都是那几样 我已经腻歪了 我假装烦躁的说 舅妈很害怕失去我这个大财主 立马发过来 你喜欢看什么 我都可以表演给你看 在几番拉锯之下 我终于敲出了我的目的 杀人很刺激 反正你老公都把小三接进门了 不如你杀了你老公吧 你有病吧 舅妈立马骂我 500万 那条骂我的消息被迅速撤回 很久 舅妈才发过来一句 我要想想 我并不意外 这毕竟是杀人 只靠金钱的诱惑还不够大 但没关系 明天还有更大的刺激等着她 37 夜晚的时候 我私聊赵梁军 他现在日子过得不错 所以对我还挺客气 我讥讽他 你不会想一直当小三当下去吧 你想说什么 他立马回我 男人的喜欢都有保质期 等舅父溺了你 你依旧一无所有 只有傻子才会一直靠着男人 那要怎么办 赵梁军回得更快 看来他也有了危机感 对舅父这种好色的人来说 一副不算好的皮囊 看久了早晚会腻 要是舅妈一直逼迫 他一定会抛弃赵梁军 明天逼他和舅妈离婚 只有他们离婚 舅父才会任你拿捏 我逼过好几次 他都不敢 明天会成的 只要你按我的计划行事 真的 我发了真的过去 明天人都没了 这婚自然也不存在了 赵梁军很快就答应下来 我放下手机 笑了 38 第二天舅妈难得没有开直播 而且显得十分烦躁 舅父和赵梁军 还在房间里没有起床 时不时传来一些 不合时宜的声响 舅妈的火气越来越重 狠狠地踹了我一脚 嘴里骂道 贱皮子 还不滚去做饭 天天都要我伺候你们 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我将空了米袋拿给他看 他只好骂骂咧咧地去 自己屋里拿钱 不一会儿 屋里传来他的怒骂 我钱呢 舅妈有个习惯 他不乐意将钱存在银行 而是喜欢取出来 自己放着 这也给了吴倩宇可乘之机 他趁着舅妈不注意 将钱偷走了 为了给我买一个名额 我昨天好像看见吴倩宇进屋了 我小声地说 舅妈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因为吴倩宇 昨日才因为拿钱的事 和他大吵了架 没有办法 舅妈只得去敲舅父的门要钱 我跟在他身后 看着屏幕上几分钟前 发给赵梁军 要他开始行动的消息 手掌紧紧攥起 39 舅妈走到门前 忽然顿住 只听见里面传来 无奈 好好好 听你的 离 我早就受够他了 谁喜欢他呀 又老又丑 歉于表面帮他 实则也烦他 他还说 要把这老女人的钱都偷玩 然后让他上大街去乞讨 咱们以后结婚 我就挣钱养你 至于他 我才不管他 巴不得他快点死 我眼见着舅妈的一张胖脸 气得越来越红 胸膛剧烈起伏 浑身上下都在发抖 我能感觉他的愤怒情绪 已经到达了顶峰 我从厨房里拿了菜刀 递到他面前 故意说 舅妈 这菜刀有点坏了 这是不是在中了五百万的老板哪里买的 听到五百万 舅妈的眼神修得亮的圣人 他忽然躲过我手里的菜刀 打开门 疯了是得冲进去 里面传来男人的惨叫和女人的尖叫 正在这时 吴歉宇兴高采烈的带着周思越进门 听见自己爸爸的惨叫 他立马冲过去 却在看到现场的一刹那晕了过去 我看向周思越 在看到吴歉宇晕倒的一刹那 他脸上的温柔面具终于摘下 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漠然和冰冷 甚至还有一丝丝快感 四时 舅妈杀了舅父乱刀砍死 当警察来到现场 他嘴里疯疯癫癫的念叨着五百万 但是警察打开账号 却没有发现任何诱导他杀人的私人账号 还发现他所有的粉丝都是死粉 舅妈听到这个消息 人彻底疯了 赵梁军也处于精神不稳定的状态 他上午还在幻想着将舅妈赶出家门 自己控制舅父成为家里的女主人 然后钱随便花 没想到 下午他就成了将舅妈加害的家破人亡的小三 每个人见了他都觉得灰气 吴倩宇在知道 舅妈是在听到赵梁军要逼舅父离婚后 才发怒砍人后 带了学校的一群姐妹 将赵梁军狠狠收拾了一顿 吴倩宇的手段非常厉害 更何况是在气头上 赵梁军浑身没一处好皮 但是没有人同情他 赵梁军被吴倩宇等人扒光了 扔在大街上 在某个没人注意的时刻 赵梁军跳进了河里 打捞出他尸体的那一下午 正是舅妈被判死刑的日子 我站在阳光下 发现手掌上的三条黑线渐渐淡去 41 舅父死了 舅妈坐牢 吴倩宇一下子失去了所有庇护 他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省赛上面 只要过了省赛 他就不是杀人犯的女儿 他是人人羡慕的高材生 所以我成了他所有的希望 但没了舅父舅妈 我也无需再对他唯唯诺诺 就比如此刻 他要我去给他跑腿买水 而我直接无视他的话 他憋不住要发火 省赛 我慢悠悠的说出这两个字 他立马变换了神色 勉强挤出笑 表示自己去买 他走后 周四月来了 他坐到我身边 博纯有几分苍白 下巴伶钉 我来找你商量接下来的计划 我已经快等不下去了 他说 我点了点头 愣声道 好 我们加快速度 他颇为意外的看了我一眼 我以为你不会这么好说话 周四月人是会变的 我以前也是很乖巧的人 周四月愣了愣 眼神有些落寞 过了会他才正经起来 我已经用那五十万 以吴茜宇的名义 买了一个竞赛名额 你放心 完全不会牵扯到你 今天周一 省赛在周五 我希望这几天你能稳住他 我点头同意 然后问 省赛那天我可以去旁观吗 我很想看到那个画面 周四月点点头 眼神中也透出一抹期待 没有人比他更想看到 吴茜宇遭报应的样子 四十二 晚上下自习后 我回宿舍 被杜锦霄带着人堵在了半路 他气色已经完全好了 眼神凶热地瞪着我 敢这么害我 我今天非弄死你不可 我站定在一边 微笑地看着他 逐渐看得他头皮发麻 最后他咬咬牙 对着后边的人吼 上去打呀 后面的人眼见人要冲上来 忽然一个人冲出来 挡在我面前 居然是一整天 没有来上课的陈木白 杜锦霄瞧见陈木白就笑起来 语气嘲讽 我当是谁想着英雄救美 原来是我的手下败将啊 怎么 以前没有给我打购吗 陈木白像是回想起什么 脸上既痛苦又屈辱 他转过身处我说 任延熙 你快跑 这里我替你挡着 但我没有动 我定定地看着他 然后低下头 他担忧的神色 和我手中陡然亮起来的蟹线 结合在一起 分外讽刺 居然 真的是他 陈木白就是最后将任延熙 彻底虐杀死的人 陈木白又推了我一把 示意我赶紧跑 我麻木地向前走 一颗心被愤怒包围 43 这时 手机忽然传来周四月的消息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谁 但我想你会需要这个 那是一个视频 任延熙临死之前的完整视频 任延熙因为打碎了 无欠语的玻璃杯 被救父救母赶出门外 在茫然之际 他打电话给杜锦肖 但是没想到 得到的不是安慰 而是一场恶毒的阴谋 几个男人撕扯他的衣服 他在痛苦的惨叫 激烈的反抗 而赵良军在一旁露的兴奋 然后一边咒骂他 他慌乱中用手指插伤了一个 满头黄发青年的眼睛 惹得青年大怒之下 把他摁在地上毒打 看着满地是血了他 众人也对他失去了兴趣 当所有人都离去 奄奄一息的任延熙 掏出手机打给程木白求助 但是他没有想到 本来的不是救星 而是死神 程木白不仅没有救他 反而大骂他不知羞耻 说这样的任延熙 不配得到他的爱 还认为任延熙背叛了 他们之间青涩美好的爱恋 为了报复任延熙 他跳上任延熙的肚子 狠狠踩他 还用尖锐的重物 打击任延熙 最终任延熙死不瞑目 而反应过来的程木白 仓皇而逃 而这一切 都被隐蔽出的监控设备录下 原本他想用他 记录无欠语霸凌同学的过程 没想到阴差阳错 记录到任延熙的死亡过程 所有人都以为 监控设备是坏的 但是没想到 周四月把它修好了 难怪 他那么笃定 我不是任延熙 四十四 不知何时 身后的打斗声已经停止 杜锦霄等人 也许是担心弄出人命 纷纷甩下棍棒离开 我慢腾腾的走到程木白面前 看着他浑身是血的凄惨模样 程木白伸出手拉住我 眼神充满爱意 任延熙 我能保护你了 我蹲下身体 控制着自己不去掐死他 程木白 你真好 我甚至掉下了几滴眼泪 任延熙 我真的很喜欢你 你能和我在一起吗 程木白眼神戴上哀求 我点了点头 程木白脸上立马绽放笑意 然后不过疼痛地抱住我 天不知何时下起了雨 程木白身上的血被尽染流向地上 我从书包里翻出尖刀 从背后对准他的心脏 思索半晌 我又将尖刀放好 不能冲动 在甜蜜中死去 太过于便宜 程木白 作为真正将人烟熙杀死的人 必须一辈子在忏悔中度过 四十五 将程木白辅到医务室后 我开始有意地调查程木白的过往 他真是隐藏得太深了 一调查才发现 程木白之前居然是学校的校霸 只不过等杜景霄来了学校之后 他所有的小弟都选择跟杜景霄 而程木白本人更是被杜景霄羞辱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程木白才转到任燕熙所在的班级 程木白是个很会隐藏的人 他抛弃过去 成为了一个善良而开朗的班长 但是他残忍的本性没有变 他盯上了任燕熙 因为任燕熙柔弱而乖顺 程木白可以在任燕熙这里 重新建立他说一不二的权威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赵良军喜欢他 因此极度任燕熙 将任燕熙带到杜景霄的眼前 但程木并不知道这件事 直到在任燕熙死那天 赵良军将录像传给了程木白 程木白终于发现了杜景霄的存在 程木白忍受不了 自己在事业和爱情两方面都输给杜景霄 所以才失去理智对任燕熙痛下杀手 搞清楚这一切的来龙去脉之后 我深呼吸一口气 程木白必须得到他应有的报应 看着掌心剩余的三根黑线 我心里忽然有了计划 46 调查完一切已经是星期五省赛到了 一大早 吴倩宇就将我拉到考场 你给我记住 待会一定要给我抄 吴倩宇盯着我说 我慢条斯理的在长椅上坐下 伸手理了一下并脚 周思月没有告诉你吗 他没有买到我的名额 只有你有名额 吴倩宇顿时瞪圆了眼睛 这时周思月也走过来 满脸歉意 倩宇 道歉这件事没有告诉你 一个人只能买一个名额 所以我只买了你的 我已经和任燕熙说过了 吴倩宇立马瞪着我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想说 我就想看你不能超是什么惨样 吴倩宇震惊地看着我 先是骂了几句 然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忽然他看向周思月 然后咬牙将周思月拉到一边 低声说着什么 半嗓 他得意洋洋地朝我走过 任燕熙 你以为没有你我就会怕吗 周思月已经答应我了 他会给我抄 他可比你强 我这次一定保送清华 我笑着不说话 等他们进考场后 我拿出了望远镜 透过窗子看向里面 只见开考不久 吴倩宇就使劲踢周思月的椅子 然后周思月站起来 对着老师说了什么 老师立马严厉地走到吴倩宇面前 而吴倩宇则是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吴倩宇被请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 几个老师居然带着警察过来 将挣扎的吴倩宇考走了 作弊骚扰同学 加违法购买参赛名额 吴倩宇这辈子算是完了 吴倩宇被考上了一刹那 我掌心了一根黑线 悄然消失 47 年级第二被考走的消息 引起轩然大波 而此刻 杜景霄又穿上了那件肥大羽绒服 他拦住我 面色虚弱又痛苦 他质问我 上次不是已经拿掉他了吗 我站在台阶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忘了告诉你 你怀的是个双胞胎 拿掉一个 还有一个 杜景霄的脸瞬间又白了 他咬牙问 这次要多少 我摇了摇头 要钱多无趣 我要你成为成木白的跟班一个月 无论他做什么都不能反抗 还有 也不能供出我 杜景霄眼神亮了亮 这可比搞五百万简单多了 当即答应下来 我冷笑一声 不知道他在了解 成木白残忍的个性后 还能不能笑出来 不过 这正是我想看的 狗咬狗什么的 我最喜欢了 48 杜景霄忽然说要成为成木白的小弟 这让成木白吓了一大跳 起初 成木白以为 这是杜景霄用来试探他的把戏 所以对杜景霄非常客气 后来 成木白渐渐发现 杜景霄似乎真的为他是从 就像是把他当成大哥一样 成木白就慢慢膨胀起来 他太希望把杜景霄踩在脚底下了 忽然有朝一日 他最喜欢的女孩子成为他的女朋友 而最痛恨的对手 也甘愿匍匐在他的脚下 成木白逐渐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 他不再扮演那个善良负责的班长 他又重新回到了当年成为校霸 他对待杜景霄最为残忍 以为杜景霄夺走了他的一切 他会叫杜景霄趴着吃狗食 一个不高兴就狠狠殴打杜景霄 他在报复杜景霄 而我则天天跟在他们身边 一旦杜景霄有反抗的迹象 我就会竖起一根手指 提示他为期一个月的约定 而这时杜景霄就会咬牙忍下来 他在憋着火等着一个月过去 49 到了一个月这天 我向成木白提出分手 成木白震惊地看向我 不明白我为什么忽然好好的 要提出分手 因为你让我感到恶心 我冷冷地对成木白说 成木白要上前拉我的手 我退后几步 成木白我已经都想起来了 我向你求助 但你没有帮我 你是个虚伪的小人 你这一辈子都像了老鼠一样 人人喊打 你永远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可 成木白的脸上献出怒火 这一个月百一百顺的日子 让他不能经受一点辱骂 他的拳头握住死紧 忽然他看到身旁的杜景霄 这一个月他打骂成木白 已经成了习惯 所以这一刻 他毫不犹豫一脚朝着杜景霄踹去 这一脚刚好踢在杜景霄的肚子上 杜景霄立马疼地大叫 愤怒地盯着成木白 一个月已经到了 我提醒杜景霄听到我的话 杜景霄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凶狠 他的火气已经憋了一个月 爆发出来的破坏力十分惊人 猛地朝成木白扑上去 两个人像是两头野兽一样扭打起来 因为身体的原因 杜景霄被成木白摔在了地上 而成木白又失去了理智 粗暴地用蛮力去踩杜景霄的肚子 这一刻仿佛又回到了 任延西林死前的那刻 只不过遭受痛苦的人不再是他 而是将痛苦夹在他身上的杀人凶手 渐渐地杜景霄没了动静 成木白仓皇的后退几步 满眼恐惧 你杀人了 我在他背后说 五十 杜景霄死了 法医查验他的死因是遭到外界的大力殴打 再加上他肚里有巨大的囊状物 殴打导致囊状物破裂 腹枪大量出血 而凶手是成木白 全校人都看见了 所以成木白无从辩解 成木白被判死刑那天 我手心最后一根黑线消失了 五十一 我坐在天台上看晚霞 周思月来到了我的身后 我已经接到了导宋清华大学的通知 我回头冲他一笑 恭喜 听说那是个很好的大学 周思月沉默良久 然后问我 你要走了吗 我抬起手掌 遮住太过耀眼璀璨的晚霞 是啊 我是仇恨自身的产物 如今仇恨没了 我也该走了 周思月的声音低了几分 眼眸垂下去 十分难过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你总是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我偏过头去看他 忽然笑了 你知道吗 死人的仇恨 是不能滋养出我的 所以 我不是仁延熙仇恨的花生 或者说 不完全是 他猛地抬起头 声音淒淒哀哀 如果有面镜子 他就能发现自己没眼间那种惶恐和哀求 那你是谁仇恨的花生 我叹了一口气 哥哥 我是你仇恨的花生啊 周思月的眼眶 刹那间就红了 我伸手抚上他的眉头 哥哥 不要难过 我其实很庆幸 能借着仁延熙的身体来到你身边 这样 我就不会亲眼看着你 因为复仇而毁掉自己 也不要为了我的离开而伤心 我会在下一个需要我的地方重新醒来 我会带着你的思念醒过来 说完 我露出一个笑容 然后摊开手 向后扬倒 最后映入视线的 是周思月睫毛上的那滴泪珠 这世间的公正需要维护 善恶终有报 我成为了荆棘路上的复仇之花 哪里有恶 便在哪里绽放 那些依旧在欺负别人的恶人们 你们准备好迎接我的审判了吗 晚安